我說2020國民黨最強的就是 韓國瑜 對 沒錯 委員長很久了 能贏的只有韓國瑜或者朱立倫 如果韓國瑜要選 一定是韓國瑜 如果韓國瑜不選 我認為只有朱立倫 我不怕得罪吳敦英主席 或王清明院長 我講的是真心話 所以我今天也是講 我也論述同樣的真心話 大聲說對不對 因為未來到底誰三選 我們沒有辦法百分之百確定 我們也希望是韓國瑜 但是如果韓國瑜他不選的話 我希望就是朱立倫 反正兩者取其 可是前提都要團結 所以我跟各位報告 我的選舉的看板 左邊是韓國瑜 右邊是朱立倫 我真的 我也不怕被人家罵 因為我就覺得 而且我要論述一個觀點就是說 如果是韓國瑜有意願的話 而且朱立倫都表態 支持真正韓國瑜 所以只要韓國瑜跟朱立倫 真心團結 在吳敦英主席的操盤之下 然後最後我覺得河流的話 跟王清明院長大河流的話 我就2020年 應該是很樂觀 韓國瑜可以勝出的 如果萬一韓國瑜 所以這一次 我們現在節目進行的現場 這個時間本來應該中天 SNG車是在抓 吳敦英跟韓國瑜會面的 就是嗎 不是這個時間嗎 不就是這個時間嗎 但是因為這個時間被延後了 所以變成4月5號的 韓國瑜跟吳敦英先見面 被delay到可能4月中以後 18號以後 所以很尷尬就4月7號 跟朱立倫見面 跟4月8號跟王清明見面 我的看法跟韓濱比較不一樣 我的看法就是說 要不要公開 應該尊重當事人 如果朱立倫覺得要公開 我建立吳敦英主席 要重散主流公開 如果王清明院長他習慣不公開 我就要尊重王清明院長 就不要公開 因為這個時候去講 總統選舉的事情 對他們兩個人非常尷尬 因為本來大家也都認為 4月5號先見過韓國瑜之後 韓國瑜有個初步的態度會出來 然後朱立倫跟王清明院長 才會根據這樣的一個 依循這樣的前提 跟吳敦英主席大家見面來談 可是既然這個前提不見了 韓國瑜說他美國文才要談 所以我覺得朱跟王 還是4月7號乾脆別見 對 但是他們說不要見 我也反對 要見 為什麼 因為如果不要見的話 人家就說你造成韓國瑜 造成在造成國民黨裡面 變成天王大家各自為政 一盤善殺鬥爭 這樣對韓國瑜不好 對國民黨團結也不好 所以我覺得安排了就要見 但是要不要公開尊重當事人 再來第二個 我覺得目前整個政治情況 我也覺得目前 還是韓國瑜最強 這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我覺得李澤華 要大家去表態 這個主張是不對的 因為他是黨中央 因為黨中央要大家來 決定表態誰 要不要支持誰 我覺得這會造成很大的尷尬 譬如說我舉個例 我很真誠的講 我是新北市三任的立法委員 朱立倫100年選市長到現在 我們都支持朱立倫 所以在目前這種態勢情況之下 我不可能忍心說 我只支持韓國瑜 我不支持朱立倫 我覺得這個話 我的政治良心我講不出來 但是我也沒有要卡韓 我也承認說韓國瑜最強 如果韓國瑜有意願的話 120%就是韓國瑜 而且朱立倫已經從善如流 公開主張說要徵召韓國瑜 不要半出選 他全力支持 所以如果在這樣一個情況之下 我覺得像美雅議員 美雅議員是高雄市出身 從他的立場 無論是從他個人或從黨 或從高雄市長 或從高雄的未來 他支持韓國瑜天經地義 這沒有話講吧 我覺得大家不會覺得很奇怪 但是不管怎麼樣講的話 我比較在意 剛剛佑震講說 誰都不重要 決定是電視機前面的 觀眾朋友的你 我要說 尤其特別是高雄的你最重要 韓國瑜能不能選的最大的 強化的支持他的觀點 應該是來自於他高雄的 200多萬的選民 也就是說 這200多萬的選民要不要支持 200多萬的市民 要不要支持韓國瑜 我覺得這是會影響到 韓國瑜的天人交戰 或者是他起心動念 或他到最後的一面之間 他決定要參選一個 非常重要的依據 我相信韓國瑜不願意被誤會 韓國瑜不願意說 他丟掉高雄市長 他去追求總統 他只是往上趴 把高雄市人踩在腳下 我認為 韓國瑜不是這樣的人 所以我要拜託高雄 尤其南部地區的朋友 你要支持韓國瑜的話 請大家盡量盡速表態出來 把他表達出來 我現在看起來 像建平在桃園 像洪威在台北市 我現在看到在支持韓國瑜的力量 好像北部的都會音量比較大 反而相對南部的力量 是比較沉淺 所以我也覺得 我不曉得是不是有資訊不足 所以我覺得 我們應該要很廣泛的 去了解到整個情況 還有又有一說 可是這跟美亞剛剛所引述的 山水民調研考會的民調 好像又不一樣 高雄的年輕人支持韓國瑜的 都高達到六成以上 可是為什麼之前有看到 幾個公布的民調說 韓國瑜支持韓國瑜的 反而是20到29歲最低 反而20到29歲都在支持科P 那個應該是不同的 一個是對比式的總統民調 一個是內部的市政民調 我提出這個相對性就是說 我要拜託全國 尤其是右正所指的你的 另外一種你 就是年輕的朋友 請各位年輕的朋友 你勇敢的表態 你知不支持韓國瑜 你知不像韓國瑜 這樣這種另類的思維 像他那一天在夜店裡面 那種講話那種表現 表現出來 我覺得 我真的覺得說像豐哥我們 這個年紀中生代的人 也不要裝年輕 我認為韓國瑜的成功 就是他沒有裝年輕 他就說我年紀都大了 那就做自己 對 做自己 但是我尊重年輕人 祝福年輕人在這邊玩 不要吸毒 不要玩毒品 這樣就好了 我覺得你也很真誠去講 所以我覺得目前 這個太子情況之下 解鈴還需細鈴 我同意剛剛集會的觀點 還是韓國瑜 美國回來的時候 或者最慢最慢 拖到美亞議員裡面的議會 尋答總諮詢之後 就是整個會期結束 是五月中 下旬 五月下旬 我認為韓國瑜只有兩個時間點 一個是四月二十以後 美國回來之後來做決定 另外一個最後最後 最晚的決定是五月下旬 高雄市議會 整個會期結束 這個會期到一個 到一個段落了 到一個段落 韓國瑜好好 一個市長告一個段落 一個會期之後 你要來決定說你要或不要 所以我覺得目前 但是我還是要再講一個觀點 我為什麼敢勇敢這樣講說 朱立倫或者韓國瑜 兩個都會贏 因為我有把握 不管他們誰出來 他們都會真心合作 團結合作 如果韓國瑜要出來 120% 我也敢跟你打賭 一定是韓國瑜 可是萬一韓國瑜 他自己選擇結果 他不要的情況是這樣 我希望全國的韓粉 也能夠支持韓國瑜所支持的人 這樣的話整個藍軍也好 國民黨也好 因為只靠韓國瑜一個人 要贏得總統大選是不可能 你想一想如果韓國瑜一個人選 朱立倫不支持他 王靖兵不支持他 吳敦亦不支持他 那我請問你 韓國瑜靠什麼來當選 韓國瑜要當選的前提 就是國民黨局長上下團結合作 所以記不記得 因為連送的分裂 我們讓陳水扁當選的總統 我們因為國民黨的團結 2008馬英九才能勝選總統 所以我覺得今天這個局 我們支持韓國瑜 我們要肯定朱立倫 我們要讓整個國民黨的盤 整個藍軍 整個拉到最大 然後我們看到的現在是 民進黨的分裂當中很嚴重 賴清德跟蔡英文 國民黨幾個這個太陽 基本上他都不敢有這個大的動作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說 在現階段大家都怕分裂 所以就僵在那邊 其實這個僵局 我認為我還是非常認同 包括裕生兄還有幾位 他們的觀點 就是說還是取決於民眾 我們這個節目名稱叫無色覺醒 我還是覺得 就是說不管是藍營也好 綠營也好 他們在決定 這個候選人的過程當中 還是取決於94% 不屬於任何藍綠黨派的 這些廣大的民眾 那就以這一次韓國瑜 他到底要不要出馬來說的話 我認為他的關鍵 就是取決於這94%的民眾 可是現在的重點來了 就是94%的民眾 都是沉默的大眾 在座的各位都是社會精英 你們 我們大家有一個發聲的管道 我們有麥克風 我們有攝像機 去讓我們表白我們的看法 可是廣大的民眾 他們是沒有這樣子的一個管道的 但是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他們真的沒有任何的可能性 去表達他們的意願呢 意願嗎 我也不這麼看法 因為從去年2018年 九合一大選就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真正可以讓台灣翻轉的 是這個94%的民眾 韓國瑜是英雄 可是我們也要有一個想法 如果他不出來 如果2020藍營敗選 如果藍營敗選 他可能內心會非常的痛苦 他可能會比 就是說在必要的時刻出馬 選贏 可是在選戰的過程當中 他遭受包括高雄市議會 包括地方到中央 所有對他的攻擊 所有對他的挑戰 這個磨爛 這個痛苦 如果他不去承受 而去承受一個假設2020 因為他沒有出來 而敗選的那個痛苦 兩種痛苦比起來 我覺得那一個2020藍營 因為韓國瑜沒有出來 而造成的痛苦 這個痛苦可能是更大 因為他會非常後悔 我為什麼沒有出來 所以我們現在要 大家要反省的 我們大家現在要面對的 無色的94%的民眾 要面對的就是說 我們台灣是不是要繼續這樣空轉下去 兩岸是不是要繼續這樣對立下去 如果說 如果綠營他能夠轉彎 當然綠營轉彎的可能性是 就是為乎其為 如果綠營繼續這樣子空轉內耗 然後跟大陸之間 維持這種非常僵局的場面 甚至於持續的對抗的話 那當然就是必須無色的 94%的人覺醒 那覺醒 怎麼樣覺醒 就是要敦促韓國瑜 你勇敢的在必要的時候站出來 那必要的時候站出來 還有一個大前提 就是怎麼樣 能夠維持一個藍營的團結 當然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要件 本來韓市長要跟吳主席 碰面這個事情後來突然延期 那就是因為 就是因為可能 後來被宣布說要公開 其實本來韓市長的想法 我認為應該是想說 大家彼此交換一些意見 到底怎麼樣就是2020的時候 能夠推出一個最強的 國民黨的候選人 但是現在這樣一公開的做法以後 可能會變成說 就算想要溝通的一些想法 變成沒有辦法 很有效的來做溝通 因為很尷尬 到底 本來我們可以私下溝通 可是你先放話 我們要見面了 我也不想跟你溝通了 然後現在 那我們就當個大家面來溝通 結果你又不肯公開 那到底怎麼辦 所以其實跟朱市長這邊 到底要不要公開這個事情 我覺得要尊重彼此當事人的想法 尊重朱市長的意見 朱市長說要公開 所以吳主席也最好 對 我覺得吳主席 既然朱市長他覺得公開比較好 我覺得公開似乎也沒什麼不好 應該是要尊重一下當事人的意見 因為可能我在想 朱市長他可能會認為說 不希望讓人家覺得說 是不是到時候 萬一碰面完了以後 又傳出了一些可能 也許對朱市長比較不利的一些 傳言等等之類 我們話都講清楚 對 所以其實我剛剛一直在講 其實不管朱不管王 這些其實都是國民黨內 非常優秀的我們的同志 所以在這個整個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主席似乎應該要用 更高的高度的政治智慧 到底怎麼樣做 讓這些當事人的心中 不要覺得不受尊重 可是他現在每一個 對不起 主席 他現在主席現在每一個動作 都讓當事人不太舒服 這就是很奇怪的事情 譬如說要這些小雞們 大家要主動的表態選邊站 這個也真的是會讓黨內在這個 產生最強候選人的過程當中 會有撕裂 坦白講確實是會有的 心情很矛盾 掙扎 是 因為就如同我剛才講 你要大家說誰不好誰好嗎 這個是很尷尬的一個事情 比如說假設 假設我現在是一個立委 或是有一個縣市首長 過去我跟朱立倫是換鐵 站在一起的 但我現在心中覺得韓國瑜會贏 我要怎麼辦 對 我要背棄過去的情誼 然後說支持韓國瑜 還是媚責良心說 我支持朱立倫 到底怎麼辦 這種事情就不該做 然後就我剛剛一直在強調一件事情 就真的很奇怪 可以私下瞧的 你大聲說我們要見面 好吧 那要見面我們就公開吧 要見面 但是我不要公開 這不合邏輯 這是完全不合邏輯的事情 不合邏輯